要去當母親的民眾就要注意 十一月分開始 當海派的施壓日 國家路南風景區 停車就要收費 當官處是表示未來其他的風景區 會繼續來評估 停車跟要收費 當海派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管理當海派的環圍 達到一百六十八公里 有備油客用心七十個 油客鏡鏈 沒有停車都沒收停車的費 只要不分洗腦袋中的油客區 收清潔費 不過現在民眾越有 開車騎車越來越多 但官處可能停車要立體管理 比方做成亂停車 在一月開始 消壓六甲加路南風景區停車空間 並行做停車場 維托平安公司 以車牌並行方式收停車費 我們是申請停車廠了 之前我們是這個清潔 路源的清潔務務費 那現在以停車廠法來收費 加入來因為他的服務設施比較少 所以他的這個收費的這個 費率會比較低一點 目前兩個地點 當中停車管理設備 也公佈收費標準 下處收費 消壓路 風景區機車停車 并置十五個至二十個 收客車并置五十個至六十個 大客車并置一百一十個至二百個 那加路南風景區因為設備比較少 收費比較少 有有客人會可以接受 不過也有有客人會沒合適 我覺得還沒給他因為發生使用者負費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醫院 應該多少會吧 因為大部分路過的可能都下來的幾分鐘而已 當官處表示 保安建議員的建議當年佈六十萬金儲 為了不要造成停車亂上 以使用者負費關節管理 可以提供更好的貨物品質 民眾應該可以接受未來的 在庫路其他環境區 要採用停車收費 記者綜合報道